中国国家男足队员王农珀 日前召台湾某电视节目的讥讽和嘲笑 节目中谈到他年薪破异 身材却像只白胆计 随后话题延伸到中国国家队 求约了不自立导致无法保持C罗那样的身材 这也是中国无法踢进世界杯的一大因素 台湾媒体的言论令王永珀相当不满 28日在微博写道 看来台湾省人民还活在我十年前的时候 谢谢你们这么看得起我 我会努力向年薪一意加油的 白斩鸡变辣子鸡 不过破念PO不是BO 还有应答信托队是什么 不过王永珀这篇微博却遭球迷疯狂打脸 有球迷拿出王永珀三年前的微博贴文表示 现在是不是白斩鸡还不知道 但三年前绝对是 也有球迷表示看看你的前辈 再看看你自己 嘴将王者 有本事就直接漏腹肌 更有球迷言论极端 直言国家养国族还不如养一群猪 国族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话题 国脚永远处在风口浪尖上 成绩上不去是现实 球迷爱之身则之切 身材可以体现球员的自律和努力的程度 纵然C罗的身材不是每个球员的都可以拥有 但身材被形容到白斩鸡的地步 真的需要总结自己了 而不是在微博上孤独的反向 文章原创 请勿抄袭 如有不同意见 欢迎讨论 喜欢小编的关注点击哦 请勿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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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抄袭